俄罗斯遭遇重大挑战 克里米亚、莫斯科郊外接连爆炸 到底发生了什么? 俄罗斯正遭俄乌冲突以来的一场重大挑战 先是克里米亚俄空军基地发生蹊跷爆炸 造成严重损失 昨天 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军队住宅楼 以及位于白俄罗斯哥梅利地区 奇亚布劳卡机场的俄空军基地 又发生数起爆炸 这一连串事件是偶然 还是背后有人在策划偷袭 美国一家卫星成像公司 11日公布的卫星图像 似乎揭开了俄空军基地爆炸的秘密 也令人不免担忧 俄乌局势会不会因此升级呢? 爆炸原有有些蹊跷 8月正值俄罗斯人的旅游旺季 而四面环海的克里米亚 堪称俄罗斯人的传统度假胜地 因此 当九日的爆炸发生时 不少游客记录下了这惊恐的一幕 远处升腾起的蘑菇云 拖着乌黑的浓烟 底部还可以看到熊熊火焰 女人们背起包 呼唤着孩子们离开 发生爆炸的 正是俄军位于克里米亚的萨基空军基地 说这场爆炸蹊跷是因为围绕爆炸的起因 俄乌双方似乎都有所保留 俄国防部称 爆炸似乎是一场消防事故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也没有造成基地设施损坏 在乌克兰方面 有乌高级军事官员宣称 是乌军对萨基空军基地发动了袭击 但乌官方并没有公开认领爆炸 不过 乌国防部对俄方消防事故的说法 极尽讽刺之能 还向在克里米亚度假的俄罗斯游客发出警告 称克里米亚领土上 占领军的存在同当下的旅游盛景不搭 乌军暗中搞偷袭 卫星成像初创公司Planet Labs 在爆炸发生前数小时和爆炸后 一天内收集到的萨普空军基地的卫星图像 似乎可以给人们拼凑出基地爆炸背后的故事 对比爆炸前后的卫星图像 可以发现 爆炸至少给萨基空军基地的停机区 造成了三个大小几乎相同的大坑 地面上留下了黑色印记 至少有八架俄军喷气式飞机被毁 其中包括苏富24和苏30战机 每架的造价都在数千万美元左右 另外还有两座建筑物遭遇精准打击 路透社称 这些卫星图像似乎表明这是一次导弹袭击 但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 萨基空军基地距离最近的乌克兰军事阵地超过160公里 军事专家杨振表示 160公里在现代战场上并不算远 射程300公里的海马斯战术导弹足以覆盖 但根据公开的消息 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海马斯战术导弹 射程为70公里 纽约时报也表示 乌克兰缺少射程足够的导弹 那么导弹是怎么来的 乌高级军事官员声称 袭击使用的是乌克兰制造的武器 但考虑到袭击的射程和精准度 外界对此普遍持怀疑态度 纽约时报援引军事专家的分析还指出 乌军的喷气式飞机 也不太可能深入到俄方控制的领空如此远的地方 而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乌方高级官员 则对华盛顿邮报表示 袭击是由在俄罗斯后方行动的特种部队实施的 但这名官员并没有说明袭击的细节 俄罗斯会否隐忍 根据现有的资料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赵龙认为 萨基空军基地的爆炸大概率是乌方所为 除了发射导弹的方式外 确实有借助渗透力量展开袭击的可能性 这是自2014年俄罗斯掌控克里米亚以来 乌克兰首次使用军事手段 实质性地挑战克里米亚现状 赵龙表示 对乌方而言 在前线战事胶着的背景下 突破俄罗斯的防空导弹防御系统可以鼓舞乌军士气 令俄方内部对自己的防空力量产生怀疑 但在官方层面 乌方只作不说 他认为这是因为 乌方仍然希望避免主动升级冲突 而俄方似乎也并没有准备好升级俄乌冲突的烈度 赵龙表示 倘若俄方承认 打击俄军后方打不对称战争 避免在前线与俄军硬碰硬的可行性 倘若俄军后方无力有效防御 未来类似的手段将有可能频繁发生 比如11日发生在莫斯科郊外和白俄罗斯的树起爆炸 克里米亚和白俄罗斯军用机场流行发生技术性事故 应该被俄罗斯军方视作一个警告 别惦记着乌克兰 脱掉制服 然后离开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 在一条推文中对俄罗斯喊话道 无论是在克里米亚还是白俄罗斯 你都不会感到安全 因果报应将找到你 只是后方频繁遇袭的俄罗斯 真的能咽下这口气吗